小曹在山洞里面发泄着压抑了一年多的怒火 他蹲下身 问大黄 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地上的大黄却不断地说着 我错了 我错了 这个时候说你错了有用吗 难道被你欺负了一年多就这么轻易地算了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黄他没有说出为什么 或许是习惯了 或许是觉得小曹老实 想要欺负一个老实人 没有理由 只是觉得你好欺负而欺负 仅此而已 这时小曹发现了他已经被追踪 于是他赶紧带着大黄往山洞里面走去 而外面的佛伯乐也已经摸了进来 老朴三人也已赶到洞口 就在他们正要进洞之时 大暴司带领着大部队开着两辆甲壳虫也已赶 老朴说 你们先进去吧 我来拦住他们 接着老朴怒喊道 老朴说这事有必要出洞特勤队吗 首长先是给了老朴一举 然后说 谁知道小曹这个家伙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老朴说 他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能做出什么事 领导怒了 说现在是作战中 竟然敢不听命名 大暴司还要动手 却被老朴接了下来 此时的老朴真的很威武霸气 两人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而里面的小曹在躲避佛伯乐时 不小心踩到了玻璃茶子发出了声音 被大黄钻了空子把小曹撞倒 就在这时佛伯乐纹身而来 小曹疯了一样的把一边的佛伯乐撞得昏死了过去 另一个佛伯乐见证 掏出棍子对小曹就是一顿打 大黄趁乱逃跑 此时赶来的小帅叫住了佛伯乐 让他停手别再打了 佛伯乐却把小帅当成了共犯 像条疯犬一样又朝着小帅动起了手 边上的小曹趁势将二人推倒 就这样 第二个佛伯乐也昏死当场 小曹捡起配枪 一步一步地朝着大黄逃离的方向涌去 小帅跟来 小曹举起枪对准小帅手 然后锁上帖 从他的眼神中我读懂了很多情绪 小帅万万没想到 他这一个转身将会是永别 接着小帅拼了命地砸这个大天 大黄跑到了洞口 他突然笑了 像是在自嘲 因为这是他经常欺负小曹的地方 真的是造花弄人 天道好轮回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此时的小曹已经追上来了 小曹举起枪 此时的大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哭了 再也没有在部队时候的嚣张劲 然后双膝跪地 嘴上说着 我错了 我犯了死罪 请你原谅我 饶我一命 我会去自首 小曹说 每次在这里被你欺负的时候 我都想从这里跳下去 说完小曹正要扣动扳机的时候 大海及时出现 他说这里已经被包围了 佛伯乐和宪兵队马上就到 别做傻事了 把枪放下吧 小曹说 在我受到欺负的时候你们在哪 在我备受煎熬的时候你们又在哪 现在却要就这样一个王八蛋 此时的大黄蹲在地上身位俱下 不知是怕死 还是已经彻底战斧 大海说你这么做什么事也解决不了了 小曹问 怎么解决 大海说我们会让整个部队接受调查 包括大黄的犯罪事实 还有我们这些旁观者 小曹笑了 笑的是那么的无助 大海拜托他不要开枪 接着小曹冲着空中就是一枪 这边听到枪声的老朴再也拦不住 大包向特勤队赶紧冲了进去 临走时这个杀千刀的领导 对老朴又甩了一句 你的人生完蛋了 这边大海说一切都会改变的 而小曹却回头对大海说 改变 怎么改变 你知道我们部队用的水壶吧 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吗 1953 从朝鲜战争的时候就越远 你觉得可能改变吗 说完就要开枪 这是砸坏门锁的小帅的 谈到 我跟我们的敌人 老上 老家